这是安妮娜库森 从南达德州的报告 有一个大一新生 个性率真 与家人和朋友相处十分愉快 周围没有一个人不夸赞她的独立 勇敢和充满爱心 所以在2007年那个夏天 当人们发现她被谋害时 百思不得其解 与之生活有交集的人们逐一被排除嫌疑 直到15年后的2022年 警方突然宣布他们找到并逮捕了嫌疑人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月的频道 我是五月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 麦诺特是该州的第四大城市 这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片土地 也是草原地带的最北部 18岁的安妮塔克努森还在婴儿时期就被她的养父养母所收养 父亲高登和母亲沙朗是一对极有爱心的父母 多年前夫妻二人向法院承诺 会给这个五个月大的女婴除了爱和生活的保障之外 还会确保她的安全 高登和沙朗在差不多相同的时期内 分别从不同的家庭里收养了三个婴儿 丹尼尔 安娜和安妮塔 孩子们年龄相仿很快就成为密不可分的兄弟姐妹 在认识这家人们的眼中 他们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安妮塔从小便是一个可爱的甜心姐姐 她很会照顾比自己小的安娜和丹尼尔 在学校里她尤其不能容忍弱小的同学受到欺凌 她是一个拥有鲜明个性 爱憎分明而且内心强大的女孩 母亲回忆说 安妮塔在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因为没有穿校服而被校长赶回家 安妮塔认为校长的这个行为非常的不妥当 所以她走进校长室 要求校长向该学生道歉 校长起初并没有立刻道歉 但安妮塔每天都会坚持走到校长室 从窗户中可爱的探出头来提醒校长 她该去道歉 在安妮塔的坚持下 校长还真就对自己不妥的行为 向那位学生正式道歉了 从此以后 安妮塔变得更加的特立独行 坚定的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迈进 2007年18岁的安妮塔已经开始独立的生活 她同时打两份工 她告诉父母 自己会独立支付大学的学费 那时的安妮塔也是麦诺特州立大学的一年级学生 母亲沙朗回忆说 那是2007年6月的第一天 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五 女儿平时的学业和打工都很忙碌 但一般周末都会回家来 所以周五的晚上 她接到女儿的电话 这也是最后一次和女儿安妮塔的聊天 女儿说自己刚从某旅馆打工结束 正在开车回往自己的住处 但是6日会抽时间到母亲家里 然而整个周末 母亲都没有见到女儿 她甚至没有再接到电话 母亲在6月4日星期一一大早 便叫丈夫高登前往安妮塔的住所 高登骑车来到这个大学附近的公寓 父亲敲了敲门 并没有人回答 她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门是锁着的 她找来公寓的经理 说明了情况 并希望经理可以帮她开门 但是经理告诉她 如果她那样做 可能会惹上麻烦 不甘心的父亲围着公寓绕了一圈 发现有一个被割破的纱窗 就扔在院子里 巧合的是 那正是属于安妮塔卧室的窗户 父亲顺着窗子往里面看 发现有人躺在那里 高登随即发现 窗户可以被从外面拉动 就顺势将窗户开启 女儿就躺在离窗边不远的床上 从外面伸手 几乎就可以触到女儿的头 但对方并没有回应 感觉到不妙 公寓经理打开了安妮塔住处的门 冲在最前的父亲发现 女儿看起来就像是睡着的样子 平静但睡得很深 她头朝下趴在床上 身体被一个被子盖着 安妮塔的身体已经冰凉 身边有很多已经凝固了的血液 这位父亲完全被震惊了 在公寓经理打电话报警的同时 她下意识地给自己的妻子沙朗 打了一个电话 噩耗很快在家庭成员中传开 母亲沙朗无不悲凉地说 当年在法庭上 我告诉法官 我们会照顾她 并确保她一生都安全 但我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并不是沙朗的错 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母亲 她培养了三个优秀的孩子 安妮塔已经成年有自己的选择 作为母亲 她也不可能分分秒秒看护 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 丹尼尔和安娜 在得到姐姐安妮塔遇害的消息时 二人连忙开车回家 安娜说丹尼尔一直在哭 他们三姐弟的关系 一直非常的清静 尤其是丹尼尔对姐姐安妮塔 相当的依赖 她从来没有见过丹尼尔 哭得那么伤心过 所有的人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 都先是一脸的错愕 因为安妮塔生活中没有敌人 她的社会关系也十分的单纯 除了认真读书之外 还维持了两份工作 这些都让她忙得像个陀螺 警察在走访过家人 同学和朋友之后认为 安妮塔被仇恨谋害的可能性 近乎为零 这个结论也让警察们 不得不首先努力在现场发掘线索 法医的检测报告显示 安妮塔离世的时间 大约是周六晚间到周日早上 凶手甚至在房间的地毯上留了一把三四英寸长的小刀 刀上有血迹还提取到了DNA 但并没有找到指纹信息 警方推测 作案人在行凶的时候很有可能戴上了手套 安妮塔是在床上遇害的 她身上的刀伤有十几处 手边不远处放着她的手机 家中没有被翻找过的痕迹 主人的手提包 钱包也没有被动过 家里最重要的财物也没有丢失 通过这些情况 基本上可以断定 凶手的目的就只是安妮塔 另外卧室的门和房间的大门 都没有被强行闯入的痕迹 只有那扇窗户没有上锁 另外那扇掉在地上的纱窗有破损的迹象 探员从上面提取到了血迹和DNA的样本 没有嫌疑人也不像是抢劫 安妮塔如果是随机成为受害者 那么她很有可能会被抢劫 或者是被殴打 或者是有被侵害过的痕迹 但这些都没有发生 她的妹妹安娜说 姐姐是一个活泼开朗的人 我根本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人不喜欢她 她就是那种如果你受到挫折 她会和你主动的交朋友 而且很会宽慰别人 让人们走出低谷 不过她有一个非常坚持的舞会固定伴侣 泰勒 泰勒是安妮塔高中时候的好朋友兼舞伴 警察随后了解到 泰勒对安妮塔的喜爱异于言表 两人共同参加过无数的学校里的活动 泰勒也毫不忌讳的承认 安妮塔是自己喜爱的女生 而且她一直在追求她 但是两人的关系并不是情侣 泰勒在高中毕业前就向安妮塔表白过 但是遭到了拒绝 可是泰勒并不气馁 经常试图约会安妮塔 安妮塔告诉泰勒 她要搬家住在学校附近了 泰勒随后也搬进了安妮塔 同一个公寓大楼 高登和沙朗告诉警察 他们认为这个叫做泰勒的男生 十分的可疑 因为泰勒在周一早上 他们发现安妮塔遇害之后的不到一个小时 就已经在围观的人群中 而且行为有一些奇怪 她试图四处的窥探 不停询问安妮塔的案情 家人觉得这样的泰勒似乎太过热情 而且家人并没有见到泰勒流一滴的眼泪 于是警察意识到他们必须把泰勒询问一番 审讯中 泰勒否认自己和安妮塔的离世有任何的关联 甚至多年后的泰勒 向媒体回忆起自己当初被审问的场景 她说自己被几个警察带到一辆面包车上 反复被问及自己最后一次 是什么时候见到安妮塔的 因为安妮塔是自己喜欢的女孩 她很确定的告诉警方 两个人上次交谈是在网上 她还说自己听到邻居讲公寓里发生了事情 然后来到门口就看到安妮塔的阿姨 这位阿姨也问她同样的问题 所以她刻意打开电脑 查看了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泰勒还说她知道安妮塔的家人并不喜欢她 告诉她不要纠缠安妮塔 做完这些记录 警察便让泰勒离开了 几天后 泰勒再一次被邀请去了趟警察局 虽然警察找不到任何泰勒与安妮塔谋害案件的任何关联 但在女孩被谋害前 泰勒不厌其犯的跟踪和表白 还是足以让警方产生怀疑的 调查人员还是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悄悄的监视泰勒的一举一动 这期间泰勒为安妮塔做了一个长达20分钟的悼念视频 并将其发布在所有的社交媒体账户上 安妮塔的妹妹表示 关于泰勒发布的这些帖子 她们的家人是感激的 但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家人认为泰勒所做的一切有点奇怪 因为她如此的投入令人生疑 直到多年后 泰勒结婚了 她每每提及安妮塔都会直言不讳的说 自己当年就是一个腼腆的男孩 明知不是安妮塔的约会对象 她也执着单方面的迷恋对方 泰勒表示 她也很知足 两人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那也许从来都不是真爱 但高中时代的安妮塔对她来说意义重大 是她唯一的朋友 她还解释说她被拒绝 但她依然认为对方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 直到好友遭遇不幸 她认为安妮塔值得自己一直关注下去 泰勒的名字被警方从嫌疑人的名单上划掉 但警方仍然不知道究竟是谁谋害了安妮塔 其实在调查开始几周后 有几个自称是目击者的人报了案 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名男子 在案发期间从安妮塔的公寓大楼逃跑 时间就是在周六和周日之间的那个晚上 目击者甚至向警方描述了嫌疑人的长相以及特征 他们还协助警方绘制了一幅肖像 当这幅画向公众发布几个小时后 就有所谓的嫌疑人主动联系了警方 那个人说一看到照片就觉得很像自己 他立即挺身而出 因为在那天晚上他是在慢跑 并不是人们所描述的逃跑 警察将调查目标人员扩展到任何 曾经与安妮塔有过接触的人 或者是他周围的人 当安妮塔出事的那段时间 公寓附近有一些维修人员 在一栋建筑物楼顶上工作 警察甚至约谈了所有的建筑工人 但这些人很快就被洗清嫌疑 警方还怀疑过安妮塔公寓大楼的维修人员 他就是物业经理的男朋友 并且掌管钥匙的他可以进入大楼里的每一间公寓 案发当日 安妮塔的大门和卧室都没有发现闯入的迹象 这个维修人员便很容易成为嫌疑人 安妮塔的父亲高登则回忆说 记得维修人员给他看了安妮塔卧室的纱窗 这个人本身就是公寓的维修人员 他原本可以早一点发现被破坏的纱窗 但是当警察审问过后 这个人也被洗清了所有的嫌疑 更加可悲的是 在安妮塔被谋害一年后 这位维修人员居然也自己了结了他可贵的生命 当调查人员将安妮塔圈子中的每一个男人都排除在外时 他们开始查看一个女孩的踪迹 原来安妮塔的这个房间是和一个女性室友合租的 但似乎两个人相处并不愉快 安妮塔的母亲沙朗说 那个女生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经常会带男性朋友留宿 她的女儿安妮塔曾经跟自己抱怨过这个室友 安妮塔还打算搬离 因为女儿曾经多次的表示 对方严重的影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当安妮塔告诉对方不要这样做的时候 对方的做法似乎更加的变本加厉 她不但丝毫不在意室友的不满 还多次发信息威胁安妮塔 母亲说 女儿显然已经陷入了这场争论 但是现实并不允许安妮塔 父亲拿走自己的东西离开公寓 房屋租赁和搬家是一个反腐的过程 所以在安妮塔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 她常向妈妈抱怨她的适用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尼可亚伦赖斯 她是一个比安妮塔大一级的学姐 但她的种种表现就不像个同学 更像是争锋相对的敌人 安妮塔越是要求对方尊重她的隐私 或不要带陌生男人进入他们的公寓 尼可越是要这样做 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故意和她作对 母亲回忆每每提起这个室友的时候 女儿似乎很害怕对方 另外在走访该公寓时 警方也收到了一位学生的反馈 说她在公寓里曾经亲耳听到 尼可盛气凌人的告诉安妮塔 我迟早要把你赶出去 事实上在遇害前的一个月 安妮塔已经在计划搬出去 只可惜她永远都没有机会搬出去 警察终于把目光转向了这位室友尼可 他们全在安妮塔的葬礼那天进行问讯 尼可有着很强的不在场证明 她告诉警察 一整个周末她都待在父母身边 她的家就住在小镇的另一边 调查人员对此所能做到的 就是采集一下尼可的DNA 然后让她离开 安妮塔的母亲还给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 她说女儿决定从合租公寓搬家时 曾经考虑过和一对夫妇同住 但她后来打消了与之合租的念头 因为那对夫妇似乎感情并不和睦 而且那个丈夫又几次尝试搭讪她 又一个可能对安妮塔造成伤害的人 警方迅速出击进行了调查 但这个人也迅速被洗清嫌疑 所有的努力都让事情更加的没有头绪 安妮塔案变成了一起悬案 曾几何时警察可能都已经忘记 但安妮塔的家人一点也没有忘记 他们一直迫切的希望为安妮塔伸张正义 而她的弟弟丹尼尔的精神状况也开始迅速的下降 没有了这个总是心疼她的姐姐之后 丹尼尔总是提不起精神来 流着眼泪的同时她迷失了自己 在安妮塔离世六年后的一天 丹尼尔给母亲沙朗打了一通电话 她告诉母亲她爱她 还说他们明天再聊 但是第二日沙朗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丹尼尔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几年间这个曾经美好的家庭 陆续失去了两个孩子 无形的黑暗笼罩在整个家庭当中 一直到2017年 警方都没有匹配到任何的DNA 本来当年他们在小刀上发现了DNA的痕迹 要么是当时并没有合适的技术 要么是哪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纰漏 总之在案发当时 警察从大量的嫌疑人身上取走了DNA样本 但他们是否将其进行匹配就不得而知 令人无法相信的是 调查人员甚至没有尝试将得到的样本 匹配下在案发现场发现的刀具 美国警察办案有时候真的会让人迷惑 他们会不辞辛苦的走访大量的嫌疑人群 甚至逐个排查附近工地上不相干的工人 却不知道将到手的DNA来个比对 只能说这些警探对办案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 所以就这件事情而言 奉劝大家对美国警察的期待值不要太高 时间一晃过去了15年 小镇警察并没有真正的忘记安妮塔的案件 只是他们的进度异常的归宿 终于有人发现通向安妮塔卧室的窗户上 有一块被切开的窗纱 当年在那个窗纱的窃口上还发现了一些血字 经过技术鉴定认定属于安妮塔 那么这个证据其实推翻了之前 警方一些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 很明显作案是在谋害发生之后 才故意割破纱窗 误导警察认为有陌生人闯入的 既然不是闯入 那么谁才有可能堂而皇之的 在公寓的房间里自由行动而不受限制呢 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是安妮塔的室友妮可 可是妮可不是已经被警察排除嫌疑了吗 她的父母帮她作证说 事发的那个周末 妮可一直和他们待在自家的农场 就在安妮塔离世后 她的手机上甚至有一条发自妮可的未读短信 但是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22年的3月 安妮塔的案件再次成为新闻的焦点 她曾经的室友妮可被捕 下午3点25分左右 34岁的妮可被带到沃德县的监狱 虽然大多数负责现场勘察和后续调查的侦探都已经退休了 但警察表示他们并没有忘记15年前的这个案子 妮可并没有平静地被捕 她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而且拒不认罪 她被捕的原因也很简单 警方在当年的那把折叠刀上发现了妮可的DNA 安妮塔母亲的讲述和安妮塔手机上与室友的聊天记录显示 两人的关系早在2007年春天就已经演变成为仇恨 安妮塔也曾经多次告诉自己的母亲 她很惧怕自己的使用 另外警方找到的目击证人表示 2008年或2009年间 妮可在一个聚会的时候喝醉了 她直接告诉某个人她谋坏了安妮塔 虽然双方当时都是喝醉的状态 然而另一个没有喝醉的朋友 却在旁边将这一幕记录下来 另外据称在事发当晚有人坐证说 妮可在周六晚间出现在大学附近的某个酒吧中 妮可父母的住所距离这个酒吧有大约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如果按照妮可和她父母当时的说法 她整个周末都和父母待在家中 那么她的父母为她做了假证 妮可在安妮塔离世后还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而且她在与警察面谈时候 从未告诉警察他们之间的冲突 这些都是她潜在的犯罪证明 以及在安妮塔葬礼的那天 妮可被请到警察局 妮可的父母莫名其妙地赶到了葬礼上 他们的目的可并不是悼念 而是与高登和沙朗说了一些什么 特别担心自己女儿之类的话语 2022年夏天 妮可的首次听证会上 法官给出的保释金为100万美金 妮可的律师则提出25万美金的保释要求 目前的妮可处于保释状态 说到这个保释金的问题 它是西方司法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制度 它可以帮助保障被告人的权益 同时也可以确保司法程序的顺利进行 首先 法官给出的保释金的价格会考量到被告人的犯罪记录 社会背景 收入状况和逃跑潜力等因素 如果被告人支付了保释金 那么在接下来的审判过程中 他们可以继续的自由生活 但必须遵守一定的限制和规定 例如禁止离开所在的地区和国家 不得接触受害人或者是证人等等 如果被告人没有支付保释金 或者需要支付的保释金数额过高 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 那么他们就必须在监狱中等待审判 在某些情况下 即使你有能力支付保释金 法官仍然可以决定拒绝被保释 例如在被告人被控重罪 或者是被认为有潜在的危险性的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保释金一般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好奇于美国人没有多少存钱的习惯 为什么普通的家庭都能够随随便便 拿出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保释金呢 其实美国有专门的保释公司 他们运作的原理是从中收取费用 比如一个嫌犯的保释金为十万 这种公司会帮你带出 然后你需要付一定比例的佣金即可 这个佣金的比例一般为10% 当然这些担保公司会让人用财产或者是房屋做抵押 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他们还可以有所保障的收回投资 虽然小镇的警察局长说 我的心与家人同在 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对于妮可的审判日期 却被一拖再拖 审判原定于2022年11月开始 但在10月份便被推迟到2023年的3月 然后最新的消息是说 审判被推迟到了2023年的6月 妮可的辩护团队可能会尽可能的尝试长时间的突延这一进程 但从现在被披露出来的细节来看 妮可这次不太可能轻松的逃脱法律的制裁 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被乘封了15年的案件 安妮塔的案件也说明人在座天在看 正义的审判可能会姗姗来迟 但从不缺席 好了今天的案件故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是伍玥 喜欢讲述人世间真实的故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再一次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